买了电动摄像桌却总忘记坐站交替办公 不同的升高的人设置桌面高度不同 但每次坐都忘了调整 是不是感觉电动的钱白交了 不要怕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实现手机放在支架上 桌子就自动调整到手机主人的坐姿高度 倒计时20分钟后自动升高到站姿高度 而且桌子还能手机控制和语音音箱控制 小爱同学 女神模式 小爱同学 首先你得有一个电动摄像桌 其次控制电动摄像桌的秘密都在这个控制器里 这是自复位开关 每次点击就使这两个触点转路一下 桌子就动作 所以改装思路就是找到一个智能家居的模块 能够让其转路即可 这里我选择了可以支持米家和OMK的双平台的某米双路模块 然后焊接控制器 线与双路模块链接即可完成最高难度的功能 因为双路模块是ZGB设备 手机控制还需要一个网关 正常入到米家后小爱同学就能控制了 手机放在支架上就能自动升降是如何实现的呢 支架后面贴一个NFC标签 手机一放在上面就触发一个开解指令 打开专注软件倒计时20分钟 下一步启动白噪音 再下一步触发控制桌子的桌路模块 就能自动调整到指令高度了 想要一段时间后自动变成站立模式 可以在家等待20分钟 触发一段音乐 防止自己被突然升高的桌子吓死 控制双路模块的另一个开关使桌子上升 后面的循环几次都是可以自行编辑 其实准备把椅子也改造成有压力传感器的那种 坐上去桌子就自动下降 但是椅子是网面实在是没办法擦 在此特别感谢博瑞斯电动升降桌 和人体工学已提供的设备支持 所以关注我 十年功能是带你万物皆可制造家具 按摩